我发誓我不是有意要窥探她的隐私 只是洞房叶牵起她的手那瞬间 我就知道这注定不是我要娶的人 今日是我与柳如燕的婚礼 柳如燕是当今右相的嫡孙女 是整个柳家捧在心肩肩上的人 在我印象中 我的妇人是个三不一喘 五不一壳的柔弱女子 她该是整个京城出了名的病美人 据说踏川的时候因为马车颠簸了线 她在右相府中养了整整一月才缓过气来 但在今天迎新娘的时候 我发觉我似乎在城外见过她 昨日我看到她一袭红色长衫 手持长刀 自城门打马而归 阳光下娇惊而艳丽 可能是错觉吧 她今日身着奋冠侠配 阴落垂流 大红袖鞋嫁入我府中 整个婚宴热闹非凡 宾客们说着口不对心的祝福 喝着违心的喜酒 谈着试探的话题 宫愁交错间我就多对付了几杯酒 装醉归去 酒过三巡后 就是洞房的时候 推开门 我意外地看着我的夫人 大大咧咧地躺在床上 床边洒落了一地的花生桂园 桌面上歪歪斜斜地摆着喝完的合金酒 凤冠金簪顺着她的手滚落在地 至于盖头不说也罢 我已在门口不知多久 最后才迈步而进 牵起她垂落在床沿的手 我试图替她盖好井被 只是指尖的敏锐触感告诉我 她有问题 柳如烟的手为何掌心指付全是茧子 这种茧子我在将军夫二少爷的手上摸到过 那是长期持兵器练武磨出来的 但我的夫人不是为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规格大小姐吗 就在这时 她一使劲将自己的手抽出 还喃喃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 我心中存疑 但为了不让人说闲话 目前只能先再次将就一晚 第二日黎明的时候 我听到扑通一声 顿时警惕地睁眼 然后我发现我的夫人 从床榻上摔了下来 只听到她倒抽一口凉气 然后就没了声音 我偷偷睁眼看她 她正毫无讲究地坐床上 揉了揉太阳穴 之后还骂了句 喝酒真体验坏事 这什么破酒 后劲这么大 这下完了 我又得另找机会了 机会 什么机会 窗外的尘光洒进来 驱散了室内少许暗淡 也映照清她的侧脸 舒展的面容 美中透着几分灵力 眉目间开朗明丽 嘴角清明 一领露了白皙的肩膀 还能看出优美的景线很快 她大概是发现 睡在榻上的我 立马又没吭声了 之后我明显地听到了脚步声 是朝我这个方向来的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就听她又说了一句 周静奇 还好 帅的 这波不亏 我的心情大概只有六个点可以形容 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 下人急匆匆来报 公子 夫人和老夫人吵起来了 我手一抖 胡比的笔尖落了墨 滴在纸上 他们口中所说的老夫人 是我的嫡母 生母在我十岁时就去世了 之后我便跟养在嫡母西夏 后来我方知 西夏无所处的嫡母 害死了我的生母 并使手段将我其他几个兄弟也害了 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弟弟 在城外别人养病 只是他背后的家族 还能为我所用 爱着这层关系 这仇还不能报 京城世家与皇权积怨已深 世家权贵之中 目前三足鼎立 赵国公府 右向刘府 刘太尉一门 三个世家之间 一面互有争斗 一面又合纵连横 通过扶持看好的皇子 进行皇权斗争 像我周家也就兴起二十年 说好听些乃心贵 说难听些则还不够格 柳如言所在的相府 也是权倾一方的世家 而我的嫡母则是刘家旁之 所以我得忍 即使我身知牵扯其中 是或非福 但已经到了抽不开身的地步 想到这 我只能放下笔 匆匆朝后院去 噼里啪啦 茶水瓷被摔下的声音 清脆无比 我看了看来报的人 发生了何事 随从张迅摇了摇头 一开始还好好的 敬茶后就吵起来了 柳如言嚣张的声音 从里传出 对不起 礼我也行了 茶我也尽了 你刁难我也没意思 狄母拐杖一敲 你敢 你别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周府还是我这说了算 柳如言也不示弱 咱们讲道理好吧 首先我理解 你想给我来个下马威 所以我也顺着你的台阶下了 但是呢 你想把热茶破我脸上 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打人都不打脸 更何况你 来人 先将这不知好歹的 我加快了脚步 率先抬手 打断了要上前的家丁 也打断了迪姆的话 走进门的瞬间 我看到柳如言明显输了口气 怎么形容呢 大概就像炸了毛的猫 不动声色地放松下来 娘 茶也喝了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我怕事态恶化 连忙到 说完我就牵起她的手 想带她走 只见碰到她的一刹那 她不自然地逃避了一下 但很快 她又将手放在我的掌心 任由我拉着她离开 站住 背后传来迪姆的一声怒喝 柳如言与我都脚步一停 我侧头对她说 别说话 我来 她点了点头 躲在我身后低着头 娘 又向今早送了拜帖 又向的夫人还说如有机会 愿与如言一叙 你也明白 此刻不一与柳家闹得不快 您上了年岁 就不用操这么多心神了 迪姆怒急的神情顿时将助 变成了无言以对 她大概忘了柳如言身后 还有右相府撑腰 论起身事 这个嫡系姑娘还要压她一头 走得远了些 柳如言才脚步一顿停在廊下 发际间的朱翠晃动间扰了心神 她抿了抿嘴 还好你来早一步 不然呢 柳如言的眼睛一亮 带着点脚下 不然 我就把你家拆了 当初我只觉这是句玩笑话 为什么就起了争执 我问 柳如言垂着脑袋 手里还攥了我的衣角 好像在犹豫 那我直说了 不准生气 我听到这话 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还是挤出一个阴姐 问 她抬起头 唇角一勾 我 早起困难户 拖延症患者 我这位婆婆道好 让我每日卯十二刻 就起床问安 还要去伺候她书席 嫡母明显就是想拿她立规矩 她一向在后院强横惯了 这些年也没人忤逆过她 柳如言是第一个 她叹了口气 又拐进入房间 掀起珠帘又快速放下 她老人家不睡 我这个年轻人能不睡吗 我爹都不敢这么管我 她要是对伺候的人不满意 那是她院子里的事情 别来霍霍我 我没出声 珠帘滑落的时候 晃动间撞得琵琶响 扰了一时静谜 见我不说话 她又继续补了剧 周静奇我告诉你 我脾气不好 可不会惯着她 下次 要是再找人给我穿小鞋 我就提刀杀到她院子里 跟她说一句 见人就是矫情 我忍君不惊 还以为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 所以 就这么简单 她眉头一皱 主要是对我这无所谓的态度 感到诧异 香炉里 恶懦的清烟缓缓腾起 模糊了她的面容 我看到她的表情 从凝滞变成开朗 这都不气的话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柳如言走到我面前 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很漂亮 眼角处还有颗类质 像是张扬的 灿若狭紧的艳红桃花 迎风怒放 字意燃烧 恰巧桌面上放了水果糖 我不自然地别过头 想取一颗 柳如言拍了拍我的手质之我 轻挑一笑 独家秘质 一百两一颗 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动作一顿 她似乎也觉得有点贵 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那良心价 十颗八折 我夫人是真的温柔 抢劫就抢劫 还送我两颗糖 今晚是皇后的千秋宴 皇上大喜 在宫中设宴宴请群臣 皇后乃是右向一门 也和柳如烟带了点关系 此刻马车里的柳如烟 正闭眼小气 均匀的呼吸和平静的面容 格外美好 马车一颠簸 她的身形也随之一晃 就在她的脑袋 要撞上车厢之时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去护了一下 无意间 我碰到了她的手臂 瞳孔不自觉一缩 失去了厚重工装的遮掩 她手臂上斑驳的伤痕 星天的 陈年的 有些虽然已经结巴 但疤痕翻卷突出 触目惊心 有些愈合后的皮肤 还能看出不自然的紧绷 和周围暗红色撕裂的痕迹 这种伤我见过不少 几乎每日在大理斯办案时都能见到 那些大多是虫犯 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 你是不是经历过什么 我问出声 但那人依旧挨着我的肩膀 只是眼皮子动了动 思绪飞快地飘着 而且此刻的我开始有点动摇 月明星熙 厚重的宫门打开 马车踏入长长的轻视正道 周围是连绵巍峨的工程强瓦 刘如烟慢慢走下马车 脚下踉枪了几步 我连忙搂了他的腰 他抬头看我 睡意还未从他的眼里完全消失 谢了 回头请你吃糖 话音未落 有人便朝我这走了过来 周大人 尚未恭贺你新婚之喜 前段时间又升了关 可谓是双喜临门 卢语小将军 今日凯旋归巢 乃是我父亲的学生 年少时便能一路袭堤 千里惊奇烈烈不倒 冷静善谋 嫂子好 她嘴甜 立马又转过身对柳如烟道 柳如烟此刻终于清醒了 兴奋的眼睛一亮 卢小将军对吧 我听闻你那首红音枪法耍得不错 有空我一定要讨教讨教 这番热情给卢语整不会了 眼角一抽 但是柳如烟也没有纠缠他 反而遇到了右相府的人 就先上前寒暄 大哥 你娶的不是个病美人吗 卢语暴凶 疑惑问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我连忙扯开话题 你自己的婚事呢 卢语连忙摆摆手 别提这个 我总觉得他们接近我 都带着目的 我的目光依旧落到了柳如烟身上 但接下了卢语的话头 对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女孩 他温柔大方 体贴漂亮 他不嫌你粗鲁 不嫌你操 不要你的宅子 不要你的钱 也不要你 半晌后 他才又说了句 周大人 不会说人话可以不说 周静起 怎么走这么慢 柳如烟回头等了我几秒 靠近大殿 月声渐起 司主管闲声 伴着嬉闹声 阵阵从里头飘出 我走过去 他也很自然地挽住我的手臂 我看见他头顶一只珠钗流苏 坠到并肩 正与翡翠尔当交相辉印 身形娇小些 但背脊绷直 你的手怎么了 我装作无意问道 柳如烟低头看了看 手臂露出的一点伤疤 哦 前两天切水果不小心划伤的 嗯 是个谎 我认得这种伤 但我也没有继续追问 进大殿之后 大殿内满满当当地 坐满各路权贵 席间盛装宫女往来穿梭 大臣和家眷 谈笑间 比往常多了些富贵和喜气 柳如烟哼了声 这里的人怎么都口不对心的 明明字里行间 都是恭维的话语 但我仔细听了半天 才从话缝里听出来 满口都是反讽二字 我凑近他耳边 对 他们皆是恨你有 笑你无 怕你负 嫌你贫 诚服不浅 心眼不少 反正混在里面 就只需要把握三点 抽烟喝酒烫头 柳如烟随口道 突然我在人群中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朝我走来 我心里舒然一惊 容念 他的目光先是落在柳如烟身上 多了点晦涩和不甘 而后 他看向我 周 大人 许久未见 还未祝你新婚快乐 我跟容念 确实是相识的 但也只能说有缘无分 彼时 我还没有利于风口浪尖 身似浮云 心似飞絮 一朝不慎 就能搭上身家性命 他也只是容安侯府的小姑娘 无忧无虑 是京城出了名 潇洒快意的女子 遇见容念的那日 他恰好在街上 被歹人截了钱袋子 身旁的马也受惊望 拼命朝他们主仆冲去 我路过时 顺手制服了歹人 还救下了他们主仆两人 容念为表感谢 给我赠了的颈囊 但我只说是举手之劳 并未收下 期间 我还在宫中见过他几回 但不知为何 京中流言四起 说我要在容念 急急之日 向他提亲 来个双喜临门 后面流言就消散了 因为如今 他已经是太子侧妃 身居东宫 雍容华贵 嗯 确实是许久未见 我尽量礼貌一笑 什么时候有空 可以和周大人再喝一杯 这算是套近乎 还是联络感情 不过这不重要 因为从他嫁人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不了 侧妃还是明哲保身吧 最好不要与我有什么牵扯 我这人早已身在悬崖峭壁 时时提心吊胆 侧妃保重 容念嘴角笑容一僵 周大人 非要这么生疏 权衡之下 我后退了半步 只笑不达 还是保持距离的好 这个大殿看似轻松热闹 威压比规则沉重 深渊四兵 像飞鸟也难以僭越的封眼 容念低头 咬着牙道 周大人 我等过你 都过去了 我自嘲一声 柳如燕一直没说话 等到容念走远了之后 才轻笑一声 周静奇 众目睽睽 私情招招啊 我立马反驳 没有私情 看到我头顶有什么了吗 他眉眼弯弯 我不明所以 发差 柳如燕邪腻了我一眼 一片绿油油的草原 都能跑马了 我拿酒杯的手 颤了一颤 开玩笑的 我吃个醋而已 别放心上 他又补充 我拿酒杯的手 颤了二颤 不过我是个爽快人 就直说了 他看你的眼神 让我很不舒服 我的夫人又灌了一杯酒 之后被我读过酒杯 毕竟我还记得婚礼那天 他喝成那个样子 实在是不太行 柳如燕想抢我的酒杯 但他手不够长 脚滑一下 扑到了我的怀里 头顶淡淡的花香 弥漫在我鼻尖 那种清新的感觉 像是江潮浪水一样 汹涌而来 夹杂着酒气 微醺将我抱个满怀 余光无意中 撇到容面骤然变色的脸庞 眼神里有晦涩 犹豫 甚至不安 还我酒杯 别逼我说第十五遍 柳如燕 摇摇晃晃地指着我 菜还没上 空腹喝酒 对身体不好 我拒绝 柳如燕皱起眉 深呼吸一口 不要 我很无奈 又不幼稚 他冷哼一声 这对小孩来说可能有点幼稚 但对成年人来说刚刚好 歪理 公宴开始 好齿歌 戏妖舞 这等宴会 往往吃得少 看得多 突然我注意到坐上皇后的目光往这边看 柳如燕也敏锐地低了头 试图避开她的目光 可是躲不过 柳丫头身子好像爽朗了些 都能饮几杯酒了 皇后突然开声 都到了这个地步 她只得上前鞠了个躬 客套了几句 据闻她在出价前也鲜少出现在人前 大多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露面 也是因为这层原因 见过她的人少之又少 最后她是被我抱回去的 一如当晚 不省人事 为了不惹人怀疑 我待她提前离席了 因为众所周知 刘福有个病美人 但如今在我怀里的 却是个上能拆房顶 下能骑快马的飒爽女子 对了 她还说漏了嘴 那日她放在桌面上用糖纸包着的东西 是剧毒 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但我只多问了几句 柳如烟就已经闭眼 倚靠在我的肩膀上 一言不发 月光太清亮 洒在她的侧脸 太美 是我没忍住 在她的眉心 偷偷落下一个吻 半夜 突然一股浓重的血腥气灌入 院外杀气冲天 我警惕起身 往窗外一看 哦没事 只是我的娘子在偷人 她偷偷将那些蒙面黑衣人的尸体 丢出墙外 利索得没有半点多余动作 对了 刚我还目睹了她的杀人过程 那是一场异常沉默的厮杀 短兵相接 没有人喊出杀这个字眼 也没有大吵大闹 只有迅速地以命搏命 如果要简单总结这场战斗的话 那就是柳如烟一个人 包围了一对杀手 虽然发出的暗器箭头一个也没中 但耐不住手起刀落动作快 派来的一对人马 尽数亡在她的手下 问题是 她不是喝醉了吗 如果是装的 她会不会只是找个借口逃避我的问题 杀人的时候 她异常冷静 目光阴沉地森冷吓人 夜风吹起了她的病发 灌入她的衣袖 让她成功停在了一只海棠花前 蜜蜂如解忆 柳如烟一笑 折了只海棠 顺风推高地 说完 她往后一刀精准捅入了 后续一个偷袭的黑衣人腹中 张扬而自信 之前的刻意收敛 谨小甚微 衬不起她那双灵动的眼雾 回去转告师父 这人要杀也得我杀 太子如果催得急 那我还撂担子不干了 最近太子一党与三皇子一党 斗得不分上下 我表面确实是占太子 太子是皇后所出 而刘甫正是太子背后忠诚的支持者 难道他们早已察觉我的不妥 黑衣人吐了口血 不是说好大婚那晚就动手吗 为什么还留着她 柳如烟没回答 您要知道 如果您不动手 很快就会有别的人来代替您动手 你背叛了师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他的神色闪烁了一下 我说了 周静奇要我来杀 说完之后 他拿刀指着那个幸存的黑衣人 现在滚出我的视线 最后院子里回归一片宁静 剩下的血迹都被夜里突如其来的大雨 冲刷干净 鸡哀一声 房门被重新推开 也许是柳如烟身上没沾上血 我已经嗅不到血腥味 我能感觉到 他站定在我的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是不是 也准备杀我了 我拿起了早已备好的刀 柳如烟蹲下了 离我很近 呼吸的热气洒在我的面上 你说你这个年纪 是怎么睡得着的 他无奈继续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挂了 还好我发现得早 其实我也发现了 但我不想出声 更不想睁眼 无数疑问缠绕在我的心 但也有无数个 阻止我问出口的理由 可能是捅破了 两人之间那层窗户纸 我跟他之间 就在无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了 柳如烟压低声音 算了 你就躺平吧 你可以平躺 侧躺 反正依旧风流倜躺 一声叹息过后 他的唇印上了我唇 蜻蜓点水般 毫无章法 晚上偷亲我是吧 这下我们扯平了 脑子一片空白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 如果他此刻叹我脉搏 那我一定会露线 他短短几句话 成功让我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日一早 张迅匆匆来报 公子 后巷的尸体 都拖去山里买了 昨晚好像闪现了绝顶高手 属下看过了 这些杀手武功不俗 但最后都杀鱼而归了 我放下手中书卷 知道了 张迅垂手 但是公子 就算太子真的要谋逆 为了急于此时 还不惜先对您下手 我亲扣捉案 他们急了 说明我们踩到他的痛处了 我们手上掌握的 恰巧是他的死穴 张迅想了想 担忧再问 这次虽然是试探 但影蛇出动了 就会有第二次 公子打算如何是好 枕边睡了一个 外面围了一群 内忧外患 对啊 如何是好 我四片刻 先帮我查个人 叫做同意 临时接到了公差 要去蜀中 查叛党余孽一事 蜀中叛党之首 乃是出身皇族 故而皇上必定不会 大肆宣扬皆家仇 柳如烟临走之前 还担忧地问了一句 周静奇 你会活着回来的对吧 如果换做是其他官家小姐 我必定会很疑惑 他为什么会这么问 但目睹了他昨晚的一举移动后 我居然觉得无比合理 这么快就想改嫁了 我打去他 柳如烟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摇了摇头 恩 我心甚伟 等你死了 我就继承你的遗产 去包养一堆帅哥天天在我面前晃 哦对了 我还可以给你修个大坟墓 给你一场风光大葬 也不忘你的十里红妆 最离谱的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 还很认真地拿起了唢呐 我的太阳穴突突发疼 脑海里最后一根弦断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就将他逼到墙角 伸手拦住他的去路 继承我的遗产 他善善地笑了笑 就 就开个玩笑 所以让你活着回来嘛 拿我的钱 去养别的男人 他笑容挂不住了 我承认我有点飘了 我觉得我此刻的脸色 大概黑得像阴沉的天 柳如烟突然严肃起来了 周静奇你最好松手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对我来说 是多大的蛊惑 我正在思考他这话的意思 突然他就伸手勾住我的脖子 垂下眼 轻身将头移在我的胸膛 虽然一个字都没说 但我好像能感受到 他现在略带消沉困扰的情绪 我抬起手 轻轻攀上了他的后背 久久没动 如果现在有太阳 我必定能看清楚 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 到底藏了什么 暗涛汹涌的情绪 鼠中的天气似乎更凉 想到这个时候 背后街道 突然想起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柳如烟 我心意惊 他人应该在京城之中 为何我会在此地 听到他的名字 那个也换作柳如烟的女子 迅速回应 钟郎我在这 买菜之后就回去 钟郎是谁 他真的去养别的男人了 我心慌回头 张迅一秒了解我的意思 也看向那个女子 但此柳如烟 非彼柳如烟 那是一个看起来就娇弱的惹人心怜的女子 此时正拿着编织篮子 慢慢朝另外一个男子走去 他撑了伞 绣发简单地挽了起来 翘美的容貌 配上苍白柔弱的神情 心如若柳扶风 如烟 被换作中郎的男人 连忙拢紧了他身上的衣服 不是说今天在家里养着吗 女子笑了笑 都是我太担心你 今天感觉好了些 就想出来走走 男子有些惭愧 如烟对不起 我暂时不能让你像往常一样 还没说完 女子就抬手点在他的唇间 不是说好不提了吗 自从我决定跟你离开京城的时候 我就不在乎了 那里在华柜 也就是个囚龙 哪里比得上这里自由 我察觉到自己的视线有些失焦 直到张迅喊了我几声 我才回神 公子 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可能是牵涉到了柳如烟的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 你先回去 我自己另有事情要办 说完 我留下张迅在原地 跟着他们一路走 路上 我还问了一位大娘 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大娘一脸兴奋 立马跟我唠叨了两句 他们好像是私奔到此的 男人前段时间就置办了宅子 女娃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孩子 我洋装惊讶 这你也能看出 大娘一拍脑门 那可不 再落魄我也能认出来 锄头都拿得很生疏 别说中花了 我花了十个铜板答谢大娘 她还给我指了路 跟随到城郊一座稍微破败的宅子里 我礼貌地敲了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 男子率先上前 面色不善 警惕问 你是 中郎 可是有人来了 女子走出 无意间抬头看到我 然后顿时变得慌乱和不安 她这反应告诉我 她认识我 没事 你先进去 男子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她 但是她只犹豫了一瞬 就推开了门 中郎 你让她进来吧 我认识她 宅子虽然破败 但是被打理得很整洁 院子里没有杂草 还种上了鲜花 所有的物品都很适合地 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 她说她才是真正的柳如烟 周大人 此事全是柳如烟一个人的错 也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与其他人无关 有什么仇 什么愿 请不要牵涉其他人 一声周大人 成功让她身旁的男子 惊骇其冷汗 我亲扣桌案 笑了声 如果真的爱你所说 与他人无关 那柳姑娘可能连右相府都逃不出 更别说来此地 真正的柳如烟神色闪烁了一下 手指骨结我的发白 周大人 我 此刻站在一旁的男子立马跪在我面前 是我安排的此事 如烟也是受我安排 但我与如烟是真心相爱的 如果我不制止他 他大概能给我磕个想头 钟郎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将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来 柳如烟演一红 连忙道 我后曹牙有点发酸 抬手制止了他们即将开始的 表真心素真情的长篇大论 如果真爱能挡刀子 那这个世界该多温柔 抬起眼皮看了这对情人一眼 在下前来 不是来追究此事的 你们既然在此地安定下来 我也没有棒打鸳鸯的理由 柳如烟垂首 我知道 不然周大人就不会一个人上门而来 越多人知道他们在这 他们就越不安全 我袖手站起 你们既然选择走了 那就不要再出现在京城了 两人一正 面露诧异和不解 不然对右相 对你对我都不好 柳如烟摇摇欲坠 但依旧坚持 如果周大人以后 有用得找我们的地方 尽管吩咐 我沉默了片刻 摇摇头 不必了 我需要的 你们大概也帮不上 说完之后 我迈捕离开了这座宅子 回到住处 我没有将这偶然发现 告知张迅 只说了仿佛看到叛逃贼人 那日彻夜剿灭贼匪据点 有几人还是趁乱逃走 此事也成了新节 对了 公子之前你让我查的人 我查到了 张迅将一卷纸铺平 是江湖上一个较为著名的杀手榜单 里面林林总总介绍了一些杀手 据他说这份情报极其机密 在一般的情报点花大价钱也买不来 兜兜转转半月 终于获得了这么一卷 同一此人 张迅笑叹 他自封人体描边大师 擅长拿刀 尤其喜欢收集菜刀 他目前的牌位是杀手榜第十 我拿起茶杯 咒没问 怎么猜第十 何为人体描边大事 说到这的时候 张迅终于没忍住笑出声了 如果说善用暗器的高手 是剑无虚发 那他就是剑拳虚发 射中一剑就是运起眷顾他 难怪那天在院子里 看到那么多暗器 但歹人身上却不见一致 利索是真的利索 菜也是真的菜 收集菜刀是为什么 我又问 据江湖传言 这位女杀手坚信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我彻底不知该说什么 突得张迅一跃而起 就像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 公子 这人眉目间怎么这么想 是他 我打断了他的话 揉了揉太阳穴 公子你疯了 此人烟能流 他必定无时无刻 不再想取你性命 他必定是右相过来的 真正的柳如烟 怕是已经遇难了 此人危险 张迅站起 眼神一阵狠利 但却不是为此事 出来 来都来了 为何还要躲躲藏藏 我拿起茶杯 甩手就将慈悲 朝窗外丢去 还没落地 就已经被暗器击落 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二十几个黑衣人 各个伸手不凡 将我们一行团团围住 拼死搏杀 一看就是顶尖死士 门外守着的护卫 已经死伤几个 其余的退入房间 围绕在周围 折了近九城 在这人手上 此刻必定要取他性命 叛贼余孽 人狠话少 出手很绝 招招致命 全然不顾身上中刀 只一心杀出条血路 我接过张迅的剑 加入战团 翻转腾诺间 周围死士纷纷倒地 全部都是眉心中剑 一击毙命 即使如此 还是一个不慎落了伤 领头人剑势头不对 企图撤离 却被张迅死死纠缠 张迅恰好制服了 最后一个歹人 他环顾四周 剑同来的兄弟 皆与命当场 顿时惨笑 世人只知 卢小将军 在新一辈人物中勇武善战 却不知周大人 才是身藏不漏 我低头看了看伤口 没你说得这么夸张 如果是真的 你现在没机会 说出最后一句话 领头快速地自尽了 嘴角倾出一丝黑血 他大概是死不瞑目 没气了之后 依旧瞪着眼看上方 面有不愤 张迅又去周围检查了一圈 确认没有剩余的人 才折回 看到我肩上和手上的伤 这伤 我感叹了一下 自己不中用了 太久没拿剑 有点生疏了 张迅愣了愣 那上回的杀手 不是您做的 他料理的 我指了指杀手榜上的画像 画像上的人 五官其实只有寥寥几笔 精髓在于随性飘荡的线条 勾勒出那人张扬的美 张迅看着画像 叹了句 眉眼轮廓温柔刀 图进天下少年郎 暗地里 经济巡查司也调动频繁 在京城大范围内排查余下歹人 同时也传出一条消息 大力四卿周敬奇遭叛党行刺 重伤正于府中敬仰 重伤二字是夸大其词的 主要是钓鱼 看看能不能钓出来暗流涌动下 那些包藏祸心的人 我的夫人看到了我受伤 先是惊恐万分 然后拿出了哭丧的架势 早知道就不说 劝你活着回来之类的话了 对不起 我下次再也不给你立flog 谁知道我这么背 这张乌鸦嘴说什么是什么 我顿了顿 慢慢才到 我只是受伤 不是死了 他哭声一停 对哦 不好意思枯走了 我觉得我此刻的脸色 大概是黑沉黑沉的 别生气 开玩笑而已 他一笑 看了眼张迅拿上来的药 又顿时皱了眉 你这些起笑慢 我那有上好的伤药 等我给你取 张迅慢吞吞地放下药 多看了我几眼 嘴唇动了动 却又没说出话来 我无奈问 你在担心什么 他一拍桌子 万一他往您的药里放毒 那不是得逞了 话音未落 门被踹开 一道带着怒意的声音传入 要杀你们早杀了 还用挑日子 抬头一看 我的夫人 风风火火地走进来 带着情绪 将药瓶子丢在桌面上 药瓶子砸到桌面的声音 也好像带了怒意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面容逆着光 半明半暗间 我看不清他的神情 我端起茶盏 压抑住心中的一点情绪 张迅 你先出去吧 张迅犹豫了 我们是旧时 我补充了一句 很旧很旧那种 张迅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他 最后默默退出关门 他一言不发 走到我身边 拿起药酒药膏 和干净的纱布 黑着脸 自顾自地拆开 又沾了血的纱布 拾去血字 我此时才觉得 胸前的伤口 热辣辣地疼 嘴里不禁哼出声 可能是我闷哼一声 他手上的动作 又放慢了点 但面上表情依旧不变 这要不好弄到 我打破沉默 他轻视一声 又相辅家大业大 有什么弄不到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种旁边 那瓶刮骨疗伤的药粉 一般人用不上 也买不到 当然 除了那些 过着刀尖失血 生死一瞬的杀手 他的动作一顿 别过了脸 像是在硬生生 止住涌上来的情绪 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摊开了鸣角 就像有些东西 我们明明都知道 却还装作不存在 旧长重提 是因为他们 从来没有被妥善解决过 他按住我的手 低着头 逃避我的目光 你再动 等一下又出血了 受伤了就养几天再回来 火急火燎的往回赶 也不知道想要什么 想看到你 明明是这么 甜不知识的话 还是被我说了出来 他抱着胳膊看着我 甚至觉得有点好笑 周静奇 你这样会真的让我 以为你会喜欢我 我亲密了他一眼 伸手快速扣着他的肩膀 将他抵住 另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腕 反手按在了墙上 整个人将他压得死死的 他还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眼里竟是惊慌和防备 温度 气息 呼吸 都是滚烫的 你疯了 伤口 他越是挣扎 我就越想用力 我低下头 在靠近他脖梗间 肌肤几寸的距离处停下 如果我说是呢 这句话成功让他 一下子愣住 所有想质问我的话 都卡在喉咙 一个阴结都吐不出 在大半光线 都被隐去的房间里 我仍然看得到他伸出手 试探性摸了摸我的脸 一冷一热 极其反差 让我和他同时遗产 气氛僵持了很久 我放开了他的手腕 然后笑了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眼底的警惕一瞬间退去 他仿佛又变回了 那个随性的人 周静奇 他咬牙推开我 动作轻柔地拿药 一点点倒在我的伤口上 算我同医 上辈子欠你的 你都要死了 我还放不下你 药粉洒在浮动着的 伤疤开裂处时 我身体震颤了一下 虽没痛哼出声 但额前背脊 又在渗着冷汗 包扎好后 他终于给我甩脸色了 我之前说过什么 如果我们有一天要分开 也请你正大光明地 给我一个理由 不要用那些混账话 来糊弄我 不然我就会恨你一辈子 你倒好 一言不发地离开 我找到你的时候 你要娶别人了 我没接他的话 反而牵过他的手 磨缩了一下 他手臂上的伤口 心伤 这又是哪把水果刀子划伤的 同一抬手 擦伤而已 我挽起了他的衣袖 那这些呢 这么多伤口都是擦伤 他眼神闪烁 脚不嚼轻 除非生死 都是擦伤 你别扯开话题 同一甩开我的手 依附要跟我 划清界限的模样 你说你会娶我 你说你会等我 你个骗子 你知道你的相上人头 值多少钱吗 那时候 我看到赏金 二话不说就接了 谁知道是你周静齐 早知道我就杀了你 然后拿钱走人 我打去他 那你来吧 我不还手 要杀药寡看你顺手 同一微微眯眼 从背后掏出一把菜刀 正合我意 菜刀明显是从我厨房偷的 上面还刻着周腹独特字样 锋芒闪到了我的眼睛 可 大意了 玩脱了 正当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趁他猝不及防之际 拉住他的胳膊 紧接着 他手里的刀被我拿过丢出窗外 整个人顺着我手的力道 不偏不斜 栽进我怀里 别逼我宰了你 同一又羞又闹 我俯下身去看他 胳膊撑住他身侧 光想就知道姿势有多暧昧 他也看着我 咽了咽口水 讲真 你怕不怕我对你做什么 开玩笑 都拿刀了 还有什么做不出 下一秒 他吻了我的唇 不同于之前的轻挑和玩笑 这次略带报复性 就像发泄多年的不甘 呼吸很沉重 我眼前的光和人都阴晕开来 周围一切都看不清 唯一能感受到的 就是全身的燥热和前犬袭来 我回扣住他的后脑 加身这个吻 就像是找到了 所以情绪宣泄的出口 然后开始破关破摔 同一 我偏开头 再这样下去 你怕不怕我对你做什么 他垂眼 情绪复杂 我伸手扣住他的后背 朝自己身前带 扶着他的头 让他靠在自己的肩处 半晌后 他用力一锤我的后背 我跟你讲道理 你就给我耍流氓 我跟你耍流氓 你又跟我讲道理 我毫无防备 重重咳了几声 但我还是感受到肩上泪意 别哭 注水的猪肉没人要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 他咬牙切齿 但是能压衬啊 晚上的时候 同一从厨房里走出来 抬起手指 血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我眼角狂抽 又惊又气 你在干嘛 他犹豫了半晌 看着锅里糊了的尖淡 做饭啊 没做好而已 我无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跟猪低血认亲呢 他瞪着我 别这样 我是真的会泄 我边取消他 边给他包扎 不用泄 那是你活该 同一不会做饭 成功给他伤痕累累的手 又多添了一道 我笑了笑 出去逛逛吧 今晚有灯会 你不是最喜欢热闹 同一连连点头 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 走 今晚我请客 这么大方 那当然 我这些年也存了不少钱 他微微汗手 我点了点头 也对 人体描边大师 同一成功被掖住了 只是默默又捡起了菜刀 你看我一刀过去 能不能削你一把 京城的大小街头 各种彩灯 争其斗艳 关灯的人们倾城而出 前呼后拥 灯火将我们的影子 拉得很长很长 顶端交融在一起 已然分不清彼此 走在背后的他 突然加快步子 突然一跳就窜到我背上 猝不及防 亮枪了几步 我差点没拖住他 我洋装怒了 同一 你胆子大了是吧 我接不住你怎么办 但他却不在乎 指着地上的影子 你看 这下我们的影子 融为一体了 开始是灯笼在地上 投下一前一后两个人影 而后就成了一道 我的心莫名地露跳了一拍 烟花很美吧 那是散开的火 同一指着天上烟花 我这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我立马打断他这张乌鸦嘴 说什么胡话 他不懈地哼了声 周大人也是个情种吗 不是都说你没有感情 果然传闻都是痴情重 现实全是复兴人 听到这句话 我胸口一个 我们分开几年了吧 几年的时间听起来很吓人 其实风一吹 就什么都不剩下了 嗯 他应了声 却再也没说话 我侧头 看到他的笑容 一如从前 这一切美好的像是 夜空下粉饰太平的星光 平静的日子来得快 去得也快 有天一个身着宫装的女子 出现在我府里 她悠悠一步朝我走来 长裙广袖 她穿着艳红的衣裳 宽服披薄长长的流液于玉桥之上 仔细一看 是容念 她退去了初见时的青涩 多了几分风韵 尤其是黄金珠翠满头石 近期她朝我走前 玩耳一笑 咱们还是见面了 我后退了半步 侧飞 今日光临 所为何事 容念皱了皱眉 似乎不满我对她 这么生疏的称呼 我看了一眼 她后面的工人 这种场合 确实应该保持距离 容念慢悠悠抬手 当然是 来给你的惊喜 她后面的工人 接到了旨意 立马将一个 被绑的严严实实的 女子带上来 那个女子病发凌乱 脸色白得像鬼 嘴唇毫无血色 眼神溃散 我心下有一瞬震惊 但表面依旧装作毫无波澜 她是谁我自然认得 上次在蜀中才见过面 你要不猜猜她是谁 容念轻笑一声 看在我们相识多年的分上 给你个提示 跟你的枕边人有关系 柳如烟 我几乎不用想 目光落在那个 跪在地上的女子身上 她本来就在病中 容念和太子的人 肯定也不会仔细善待她 这么一番 就是把人往死里折腾 我洋装疑惑 我不懂你的意思 容念唇角一勾 得意的像是抓住了我的把柄 不 你懂 但是你不愿意承认 我了解你 你如果不懂 断不会这么淡定 承认吧 你自以为胜券在我 但其实你还没搞清楚 现在什么情况 今天的天气有点暗 像我的心情一样 阴郁且烦躁 我越过她 蹲在那个女子面前低声问 容念 你觉得你算是了解我吗 嗯 怎么不算呢 她背身 指着那个女子 她才是你当天要娶的人 她才是柳如烟 我沉默 只是帮柳如烟把了卖 还好情况不算糟糕 容念痴笑一声 转身质问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枕边的人又是谁 周静奇 突然有人在后面喊了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一看 同意回来了 她这个时候实在不应该出现 我的心没有来的一颤 怕她误会就想开口解释 但她制止了我 她的目光很快落在了容念身上 意味深长的道 今日府里这么热闹呀 你先回去 这里我来处理 我一字一句道 同意点了点头 抬脚离开 容念却不罢休 高声大喊 等一下 难道周夫人不想知道 跪在地上的女子是谁吗 同意成功脚步一顿 我以为她也会质问我这人是谁 质问我为什么她会出现在府里 但没有 同意比我想象中的要淡定 她只是轻笑一声 笑声如铃 笑得我和容念都有点疑惑 你的前任 你的未婚妻 同意指了指容念和柳如烟 又指了指她自己 然后还有我这个现任同聚一堂 周静奇 你的修罗场还真不是一般的狗血 场面越来越离谱了 前任 现任 真正要娶的人 一锅乱顿 理论上 现在没有任何文字 能形容我此刻内心的凌乱 但我很疑惑的一点是 为什么同意眼中 居然有一点点的期待 我先不理会容念 转身看她 你好像很开心 同意一秒变脸严肃 即便如此 她嘴角的笑意根本压不下去 我表现得很明显嘛 第一次围观 有点小激动 很正常吧 我抬手扣住她的腰 在她耳畔低声问 这回不吃醋了 她思索了一会 点点头后又摇了摇头 这种时候还吃醋 当然是看戏比较快乐 我自顾自的先把话说完 我知道了 右相府的小姐会逃婚 但你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 同意瞪大了眼 一双美目中竟是不可置信 我原本想找回真正的柳如烟 用来威胁右相府 给太子的倒台增加一点筹码 太子暗中勾结属中逆贼 今年春为舞弊 买卖官位 加之右相府 欺上瞒下 装装件件 都在我的算计之中 但后来同意出现了 我选择放过他们 另做打算 但我没想到 柳如烟居然被他们找到了 此事估计是右相府 背着太子做的 现在反而被太子拿捏住了 他垂眸 轻喝一声 其实你都算好了对吧 我拍了拍他的背 我想说的是 你等一下就不用动刀了 血流当场还脏了你的手 也行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他一笑 意味深长地对我道 哦对了 你要是敢出轨 小心你的向上人头 能律我的只有基金和股票 男人 想都别想 对了 你是不是忘了容念 同意提醒我 可能是我和同意低头说话 太过靠近 在容念眼里 就变成了耳鬓丝魔 亲密无间 容念的神情难以言喻 周大人 你的夫人似乎已经认出他是谁了 直接把话说开了吧 我走上前几步 侧妃想要什么 这话正中他的下怀 容念自信一笑 你怎会这么想 我不想要什么 你知道 这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 本宫今天话就放在这了 容念站直 端起架子 他们之间 你只能选一个 给我选择 我不喜欢做选择 如果选了柳如烟 童一就要交到他的手中 如果选了童一 此事被曝光后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选一个吧 是好是坏 周大人心里衡量的清楚 容念催促我 我慢条思理的开口 如果知道了是好是坏 那就不叫选择了 容念自以为胜券在我 看来周大人已经做好选择了 有人突然在背后戳了戳我 我回头一看 童一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脸色发青 我握住他的手 想安抚他 却发现梁的吓人 我转身继续道 你这样做 太子殿下和右相府都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吧 如果知道的话 断不会让你这么胡来 容念的手不自觉握紧了 轻哼了声 此事自会有人禀报太子殿下 不劳您操心 我笑了笑 看来他还不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柳如燕的事情瞒不住 替嫁仪式被曝光 逃婚的秘密被公开 届时经常的人都知道 右相府找了一位假的嫡系长女 来糊弄婚约 太子和右相府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戎俱戎 一损俱损 如今是关键时刻 一步棋都不能走错 至于周福 这个婚约也是皇上利用我 牵制太子党的一步棋而已 我懒得解释 这样吧 我直说了 人留下 侧妃可以先走了 柳如燕我留下了 佟一也不会交出去 选择 我都说了 我不喜欢做选择 你 周大人 这样未免不讲道理了 容念指着我 手指有点颤抖 我装作无所谓 这件事情最后都会被压下去的 侧妃就当卖我一个人情吧 我有什么好处 好处 好处是 他能多做一阵子 这个位置算吗 我也并非毫无顾忌 如果又相府不想太子握住把柄 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让柳如燕回京 坐回他原本的位置 佟一 大概率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说到佟一 他脸色煞白 似乎发现了事情另有蹊跷 我觉得佟一有点不对劲 不想继续聊下去 干脆破关破摔 太子背后的勾当 你了解多少 要不我们来个鱼死网破 他被罢处 你家受牵连 我也吃亏一点 丢个关 如何 容念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临走的时候 他踹倒了我家院子里 心种下的盆栽 等到这场小闹剧散去 柳如烟朝我一拜 周大人 连累你了 若有来生 我连忙制止他 不必说这种虚无缥缈的话了 有心思说这个 不如先思索一下 容念是如何找到你的 刘府做事一向干净 怎么会落下马脚 而且我更怕他口不择言 说什么以身相许之类的话 童医又胡思乱想 毕竟 我家菜刀剩的不多了 周大人 你的夫人好像不太好 柳如烟猝不及防提醒我 周静奇 童医有气无力地叫了我的名字 脸色秃得变得很难看 惨白得毫无血色 我转身 瞳孔一缩 他亮呛了几步 最后扶住亭子的围栏 吐出一口血 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唇角骤然冒出的黑血 脸上肉眼可见的清黑 气息浅而急促 我立马抱起他 喊人去请大夫 不对 事情有变 柳如烟不能出现在太子面前 你将他送回右相府 童医偏过头 对柳如烟说 你爹知道我杀不了周静奇 所以他就反悔了 他没打算放你走 柳如烟诧异地往后退了几步 嘴唇都在颤抖 我努力挤出了几个字 你先别说话 这事情晚点再说 手忙脚乱地帮童医擦了擦嘴角的血 我慌乱地几乎无法思考 其实我从来这么害怕 我甚至在想 是不是我一开始就不该拥有 晚风似乎带了刺 刮得我喉咙嘶哑 心底发疼 你听我说完 童医说话一用力 又咳嗽了几声 现在去右相府 事情要在那里解决 我知道这事情不容易平息 但我没想到这道坎来得这么快 马车上 童医硬撑着扯了扯笑脸 我有点想死在你这里了 我怒急 歇斯底里 不会说人话可以不说 童医也认同 对 我不应该说 最好的结局是悄无声息地结束这一切 混账东西 希克呀 又像柳坚笑得假人假意 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切 柳坚大概五十上下 两鬓花白 明明是一张端正的长方脸 笑起来却多了些算计和奸华 她的眼神落到了童医身上 叹了口气 很失望 老夫觉得童姑娘应该马到成功 怎么就马是前提了呢 那这解药就不能交到姑娘手上了 我从她的话语中也猜出七七八八 柳坚 你到底做了什么 她那双精明算计的眼睛看向我 里面有着掩盖不住的欲望 至于她手上的佛珠 更让我感到恶心 有些人拜神灵 说好听点是求希望 说难听点是为欲望 柳坚挥了挥手 全部下人都退出了书房 偌大的书房里混着血腥和檀香味 一开始 当时柳如烟需要人替嫁 所以老夫便选了个杀手 反正老夫早就是你做大敌 顺带除掉你好了 届时老夫就以同时失去女婿和女儿为由 嫁祸三皇子 老夫怕过来的杀手反水 只好使了点手段 你不会没察觉吧 那一颗颗用糖纸包着的东西 只不过是能暂时抑制毒性的药丸而已 她没告诉你吗 不对 她怎么会告诉你呢 你看她看你的眼神 全是感情 一滴热泪砸到我的手背 童医咳嗽了几声 从我的怀里挣扎出来 她站在我面前拿起刀 刀锋对准柳坚 一换一 不亏 柳坚拿佛珠的手抖了抖 但依旧装作镇定 杀了老夫 同意也活不了 周静奇啊周静奇 老夫实在想不明白你有什么好的 狠力毒辣 城府又深 除了一张脸以外 没有优点 我手不自觉握紧了 当然 周大人现在还有一个选择 他转过身 算盘打得很响 让老夫的女儿重新回你的周府 他还是你的周夫人 而这个冒牌货 就从此不再出现 我几乎被气笑了 老狐狸反悔了 本来想放他女儿走 但后来发现 此时风险太大 就又借着容颠的手 将他绑了回京 一来柳如烟不会记恨他 二来还能想办法拿捏我 当然 你是我们刘府的女婿 作为补偿 老夫以后保证你平步轻云 扶摇直上 给我化病 不可能 我几乎是第一时间拒绝 这个老狐狸笑得阴策策 那些药 或者周敬起你的命 这次只能选一个了 你隐藏得很好 若不是鼠中的人 告知老夫你的身手 老夫还想再找几个杀手 现在看来不必了 能杀得了你的 除了他统一 就是你自己了 闭嘴巴老狐狸 童一转过身 用尽力气狠狠将我往后一推 痴心妄想 我毫无防备 往后踉跄了几步 正想上前 却被童一的刀尖对准了喉咙 我看向童一 他的眼底写满哀求 我读懂了他的唇语 滚 他让我滚 眼瞼一该 刀锋对准了我的喉咙 而他的主人则是艰难地站着 童一惨然一笑 似乎在忍耐极大的痛苦 我很早之前就知道 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你不用太替我担心 我伸手握住了刀锋 往自己胸膛的方向带去 任由他划破我的手心 鲜血之流 这举动吓得同一连忙丢了刀 手颤抖得不成样子 他这次看我的眼神又变了 像在看风批 柳坚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秃鹫盯上腹肉 他笃定了 我今天不会从这走出去 他大概是对的 周大人可想好了 这毒已经到了后期 走出了这个门 那童姑娘的命也不保了 老夫明日就可以让你丢关回乡 瓦解你所做的一切 这个老狐狸在逼我 我脑袋里全是空白 捡起地上的刀 递给童一 动手吧 做回你本来应该做的事 他童一给了我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 让我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话 脸上火辣辣的疼 他要是留着这力气捅我一刀 大概也就没什么事了 滚 周静奇你他妈以为你是谁 你凭什么左右我的决定 你这样天天算来算去的 累不累 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 累 怎么不累 故此怕失笔 进退皆困境 但是我没有停下来 只是把刀放进他手里 别哭 你应该是开心的 如果因为遇见我 让你变得不开心了 那我宁可从来没有出现 我当时对你说 只想试图不想感情 这些话是假的 这是我口是心非的借口 我也不想你离开我 我和你的未来都规划好了 我也在一步步走 只是有点慢 想请你给我点时间 但现在没有时间了 所以这次我先离开 如果你以后不开心了 受委屈了 就找我 可能我也不在了 最后的最后 我爱你 只是没在正确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就是胡说一通 我也不知道 童一有没有听懂 反正我一股脑 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周静奇 我怎么就摊上了 你这个恋爱脑 童一接过了我的刀 说话已经有点含糊了 眼泪却依旧没有在流下 我走了之后 你离开 帮我把这碍眼的老家伙赶走 然后骨灰撒到 我意识到不妙了 但动作还没够他快 他的血流得比我手上的还多 刀锋最后对准的是他自己 一瞬间 世界只剩下黑与白 还有他身上秘密而流的血 心如死灰 我看向柳坚 他一瞬间 竟然惊惧地后退了两步 老夫从来没有教唆他这样 窗外猛烈的风吹开了窗户 风吹熄了蜡烛 落下的雨滴 浇灭了香炉里的檀香 瞬间 整个房间里 就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我抱起他的尸体 柳坚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番外 同一视角 我当人体描编大师那些年 这是我川书的第16年 大家都叫我人体描编大师 因为这本书里 我射箭发暗器杀人 从来就没中过 不是贴着头发飞过 就是擦着衣裳飘过 不过我还是凭借 我过硬的实力 冲上杀手榜了 什么任务赏金多 我就去干什么 不过 我遇到了的很刁钻的雇主 他这老狐狸 居然要我给保证 还给我一颗毒药 看在他给的太多的分上 我一咬牙接了 他承诺是成之后 会给解药 还加倍赏金 三千两百两黄金 你敢想吗 我年纪轻轻 工资就达到了 三千两百两黄金 是我之前不敢想的 我扶了毒才发现 我要杀的人是周静齐 爷的白月光 草率了 本来以为两天 就能拿到解药的事情 这下得花点心思了 我回去找了我师父 他老人家气得罚我 跪了半个时辰 本以为他会说 我不该背信弃义 要对雇主忠诚 但是他却骂我笨 说我不该把自己的命 交到别人的手上 我承认当时听到 三千两百两黄金 我的理智就消失无踪了 你假死吧 回头我让你两个师兄 把你换出来 我师父捋了铝胡子 气呼呼道 一切都按正常剧本发展 最大的意外 其实就是周静齐想自杀 那种情况下 我死了能救回来 他那个傻孩子 要是死了 那就无理回天了 最后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自己捅自己 早知道就不捅自己 捅这么深了 早知道也不山州静齐 这么用力 他那张俊脸 我每晚想起都心痛不已 说起这个 我又来气了 那天我的废物师兄们 找错灵堂了 要不是我的师父 眼疾手快 我现在人就在天堂了 发现换错人后 他们又傻乎乎地 把换错的尸体 放回我原本的棺材 所以 至今我都不知道 周静齐给我立的坟里 埋了什么人的骨灰 我之所以不回去找他 部分原因是 这个杀手绑 相比起第十 我更喜欢 绑一大哥这个称号 可是绑一是我师父 绑二和绑三 是我两个师兄 我只能多花点时间 最后我花了三年 把我师父熬退休了 我成功上位了 当然 更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我能最快知道 有谁会对周静齐不利 三年后 我回去看了看他 发现一个叫柳坚的 老狐狸不在了 是全家都不在了那种 太子也不在了 据说是意图谋反 一夜之间爆出多个罪行 被罢出了不说 姓名也差点不保 容念也随着风浪 他受不了一夜之间 由人上人 沦落为阶下囚的滋味 现在下落不明 京城局势变化很大 我到处打听大理四亲 周大人 却发现查无此人 我慌了 不会吧 他不会是殉情去了吧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他只是升官了 以后得改口叫右向周大人 都说成功男人的梦想 是升官发财死老婆 周静齐都做到了 让我们恭喜周大人 就是不知道 我回去找他的话 他会不会搭理我一下 不过他这么爱我 肯定他见我第一眼 门哐当一声关了 我碰了一鼻子灰 我蹲在街边 想了一个时辰都没想明白 到底咋回事 周静齐 我就不信邪了 莫非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都是装的 还是说 当年我不该费尽心思嫁给他 于是我去周府逛得更频繁了 一天三次 一周七天 九九六都没我勤快 就是周静齐好像没看到我一样 该上朝就上朝 该批公文就批公文 该批斗人就批斗人 最过分的是 我用这些年收集的菜刀 给他下了一桌好菜 他居然只顾着喝酒 京城软绵绵的酒 有什么好喝的 这些年我的厨艺精进了很多 师傅他老人家 每回说起都点了点头 说我及格了 但他就是无动于衷 休目的那天 只知道面无表情灌醉自己 然后在喝醉了之后 红着眼眶喊我的名字 可能我在他心底 就只是个不存在的影子吧 周府新来的小丫鬟不认得我 我恰好向他打听了下 你们周大人 一向这么冷冰冰的吗 三年前夫人去社之后 周大人就这样了 活得也不能说是浑浑噩噩 只能说是毫无灵魂 小丫鬟说这话的时候 还左顾右盼 生怕被别人听到 我蹲下 士一太也蹲下 那他没打算续闲 可能有吧 据说最近在谈了 小丫鬟鬼鬼祟祟的凑近我耳边 就是有流言蜚语说 他一直没找到跟仙妇人很像的 我糟糕 有人称我替身了 什么破流言蜚语 乱讲 我敲了敲他的头 然后给了他一把铜板 好耶 今晚能在灯会买糖葫芦了 小丫鬟快快乐乐地继续干活去了 我突然有点现柳他的没心没肺 算了 三年前的灯会已是成俗 每次都很热闹 满街都是绚烂花灯 如同一长串的明珠点缀了夜色 提灯赏完的人群热热闹闹 他们尽情嬉戏欢笑 朝堂的变故似乎跟这里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该吃吃该喝喝 月上中天了 司主管弦依旧不停 我一步步走过 脚步未曾有丝毫停滞 目光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只是有点麻木 光影明暗 人们的交谈声传来 交错成夏日的禅民般的过躁 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停住了脚步 忍不住看着这个孤孤单单的黑影 假洒脱 我骂自己 突然人群中一个骚乱 一匹受惊了的马 带着马车朝我这边冲过来 空气中充斥着陈河土 四面八方人群的喧闹声 四处飞扬 我知道我该躲一下 突然不知道被谁搂住了腰 一个天旋地转间 我就到了路边 抬头看 不认识 救我的是个陌生人 谢谢 我朝那个英俊的男子笑了笑 你想我怎么报答你 那个男子很有绅士风度 举手之劳 姑娘客气 不知姑娘家住何处 在下可以 但他还没说完 我的手腕就被一道家中的力气拉住 往后一拽 我跌入了一个怀抱里 一席间 我还能听到紊乱的心跳声 多半是我自己的 谢谢 我的夫人 不劳这位公子忧心 不算有感情的声音响起 周静奇握住我的手很用力 我甚至能看到上面的青筋 周静奇瘦了 他一向冰冰冷冷的面容浮起了蕴色 耳尖红红的 难得多了几分烟火气 面前的男子自知接下来逃不了好 于是也礼貌地走开了 周静奇一转身 我就撞进了他那双琥珀色的毛子里 即使在逆光的环境里 依然明朗 他刚刚搂住了你 他的声音里竟是沙哑和隐忍 我整个人后背僵住了 倒抽一口凉气 半晌后 我试图解释 人家那是顺手救了我 没事的 他刚刚搂住了你 不对 不对劲 他在说什么 平生第一次 解释点什么 却折腾得向上战场一样 我一把扯过了他的衣裳领子 牙根一咬 不是看不见我吗 不是当我鬼一样吗 两人的距离莫迪拉近 他的呼吸有点重 薄唇紧敏 我怕我出现的是幻觉 这 所以他看到人家救我 才发现我是活的 离谱 紧接着 他慢慢道 这三年我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 我已经有点分不清了 他真的 我哭死 而且我记得你做饭没有这么好吃 他又补了一句 扑 我刚刚准备滑落的泪水 硬生生憋回去了 我戳了戳他的胸膛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更何况我是三年 早就突飞猛进了 好吗 他一把抓住我另一只手 你也知道三年了 我挣脱他的桎 两胳膊扣住他的后背 紧紧抱了他一下 他慢慢地伸出手 加重了这个拥抱 做梦我也认了 背我回去 我点起脚在他耳边道 周静奇当然不会拒绝我 我开始调侃他 你家后院的小丫鬟 说你这几年活得没有灵魂 他走得很稳 回答了我一句 是的 缺个魂 我在他的背上扑腾了一下 笑嘻嘻道 所以我回来了 对 我现在鬼上身了 周静奇不嫌不淡道 我头都给你拧掉信不信 走了几步 灯下的影子再次融合的时候 我就在想 相遇不是幸运 重逢才是 全文完 其中文完